大家好,我是Shinis,为了带来NEO的游戏,康师斌 上一期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意外 现在我们的这个守护兽在那边远处 等于是,应该是那个BOSS站的房间中啊 总之是,我觉得给我的感觉上就是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一个探索导致应该是 BOSS是处于各类是一个加强状态 应该是,不能说是打不过 总之应该不是按照剧情来讲 应该不是这么来打的 呃,我们在探索之前 我是想起来好像我们是获得了一些 嗯,好像有这些武士的一些头发什么的 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些技能点 别的,这些灵魂石呢,我也是没有用 我感觉上 好像目前是没有说是 就是会丢掉,但是你的钱还在身上 好像并不是特别的需要留着 不过既然我留着也就留着了 另外呢,还有一个用法 我是最近是一直没有用 但是我之前是在这个,就是读 读这边这个记忆的时候是提到,好像是提到这个 Living Weapon 用来打Boss啊 嗯,这边是什么东西没了呢 好像是爆弹没了 还有一些爆弹类的物品吗 好像是没了吧 好像是没了啊 一个,觉得有点有点有点太少了 我觉得就那就无所谓了 这样现在是50点是有5个 看一下长矛的 包括 感觉上这些技能都不是特别的 都不是特别的有用啊 这也可以学一下 虽然是一个Low Stance 就是一个下位的一个下段的一个技能 但是起码是能 我估计索性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技能都给学了吧 我估计学了也是不会用 我说会用的会非常少 不过现在学的话 偶尔想起来能用用 这等于需要在你的连击结束后 等于向前回避 这个呢 这个倒是我比较喜欢 或者说我已经习习惯了 这是防御中按轻攻击剑 好,拿错武器了 这好像是我的刀也有 这好像是一个 这是什么 说实话 这两个攻击我都不太喜欢 我能给他取消掉吗 好,剑的下段是没有 没有先用的技能 先把这个 这什么剑气这个技能 破防的话我是觉得不错 这个游戏中感觉上敌人对防的 或对他对耐力的一个把握实在是控制的非常的不好 有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 毛的话暂时那我把毛换上吧 看一下这个 是要下段吧 要下段才可以 还有一个技能是什么 是攻击结束后按 按前加翻滚 这是必须在下段吗 好像必须是吧 我主要是感觉上下段我一般用的是比较少 因为感觉上是一个就是更加倾向于防防御的一个手段 我估计就就这样子吧 可能可能就不用了 可能会可能某些地方会用的比较少 我的游戏本身下段就基本没有怎么用过 再加上我是用的话呢 我估计也会手忙早论 反倒会更加的没有效率 我估计就不用了 剩下的东西呢 其实上不好意思啊 说实话这边再走一下还是很危险的 那边这堆小的小精灵在那边就是吹笛子吗 还干什么 老会发生一些很很奇怪的声音 我是想干什么呢 我是想把这个法术先重新给学一下啊 就好像 这几个法术好像用的是风吧 好像是雷啊 好风也不是特别有效 还是换上火吧 感觉火好像更有效一些 土好像也没有怎么运过 雷应该是对那个那个敌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这样就试试土跟 土这两个属性 雷的话呢可能给他装上打一些普通的别的敌人 然后有没有抗水的咒术之类的 嗯 这么学 忍术应该是可以学一些 但是好像忍术的机械空格也不是很多 看看有没有是能增加 这个是可以是增加水的抗性 有没有其他的 一些相应的技能呢 这提升防御 这是缓慢回血 这是减防加攻 这是探测 我觉得可能就拿一个这个抗水的一个护服吧 这样呢拿火拿土雷我估计就就不拿了 然后换上这个抗水的护服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用一些 诶另外 可能 不好意思啊可能是就是有点没有什么效率 有点是这毕竟是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忍术中有没有去准备一些爆弹式的东西 这好像是一个忍术的爆弹 两点的忍术能学 还有其他的爆弹吗 这是一个卷轴 这是一个脚蟹树 哇天哪 很炫酷但是 消的草草 这个操作实在是太 太高了 我就不去 不去考虑了 把这个学了吧 正好是一个忍术的 这边应该是承不下了 我要是 这一个三个爆弹 我觉得暂时就就学了吧 找个手里剑可能是有点有点问题 不过我目前也是没有特别好能打那种 就是那种类似是一滩史莱姆的敌人的一个一个方式 这边跳一些我觉得应该没有就是还是会回到我们已经来过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我先不跳 因为我是比较好奇 要是这么走的话 这附近会有远程敌人狙击我们吗 我觉得还是不要在这儿狙击了 我怕一个后座力直接把我给把我给震下去啊 啊等于是 这么着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正常前进的方向我倒是觉得 先把这个敌人打了吧 他直接给打掉下去了 这是下边是直接摔死了 好像是摔死了 我觉得呢先去把那边之前没法探索那个地区呢 先去探索一下 这边这有一个 一个东西没有剪 但是我没有探索还是说当时物品人满了 我这边 正好还有一个火台啊 说实话还是蛮 蛮危险的 我为什么要拍我的办法 好 哦,Keeper of the flame,不太清楚是 就是他这个意义是什么 我现在看我现在这边那个东西是 那边应该是打boss的房间,应该是吧 看着有点像啊 好像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应该来过了 那边这个实体上还有东西 我觉得就是因为 呃,就是因为我当时捡的时候 好像是这个物品是一个我已经满了物品 我是没法再再拿了 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 这样这边呢,我就是要继续从这个房顶探索 我看一下,那边好像这个房子上还有一个,我没有记错 还有一个口袋嘛 这样一个武器buff,打死一个敌人 可能是不是特别效率 这边,好,这儿是苦打嘛 好,要下去 这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敌人吧 我是个敌人 膝担 哈哈哈,诶 哼了,这个人 可以玩吧 大家活着 前面有一个绿色的点 我不太清楚是 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边呢应该是 这个妖怪我们之前应该是没有打过 我不是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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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这个镜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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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没有搞懂 哦 这个地方应该我想起来 那有一个箱子 这下面有一个箱子 然后那个那有一个东西 等于是埋伏我 等于这个地方 我应该是想起来 这个前边 等于是地点呢 我是都都清楚了 有一个地方 那边有 等于是地图上显示 有口袋吗 的话 我是不太清楚 这边是会把我 好像是会把我引到 一个没有探索过的位置 这边这个地形 应该是没有怎么探索过 等于前面那个地方 可以跳起 然后这个地方呢 好像是一个船 我们还没有去过 船上应该好像 还有一个口袋吗 不太清楚 有没有其他敌人 我把这个人引上来吧 他又掉下去了 四十几 卡亚库达马是爆弹吧 这个 现在是最新的东西吗 这是最新的东西 这是两个爆弹 这边能过去吗 这是可以往下走的一个梯子 就会把我带到哪去 哦 这个地方居然是可以上来 好吧 我都没有意识到 还是说只下不上 有可能 这个真的是平常没有 我是没有怎么 没有观察到 这样之前呢 给了一个 就是一个点火 后点 给了一个 给了一个城 应该是一个给了一个trophy 总之呢 应该是我觉得这个火 该点的应该是都差不多了 嗯 这个前面呢 前面好像是去不了 好像还有一个地方能跳起 好像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口袋吗 在这儿 好是 这个口袋吗在哪 在这儿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我没有来过 这还是没有告诉说 是你这任务中的所有的口袋吗 都已经给 都已经找齐了 可能还是 密子里些 哦 这人多少级 48级 怎么感觉这么可疑呢 这个房间 之前有一个房间说是打不开 好像这边是点火 哦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等于是会 等于之前要是没有把那个墙壁 那怪打坏的话 也是从这边也是可以去 去来点火 不是加热箱吧 39级 倒是 好像我们穿不了啊 这又没有办法了 现在呢 已经是拿到了很多 可以看是等级 比我们现在的 这个等级要高的一些防具了 24级 而且这好像是一个重型 我们开架 它是 可以看它的重量是一个三个 三个衝托 也更重一些 超了专门重量上限 现在呢 我也是可以说死的也是比较多了 好像是死在了 就是敌人的攻击上死在了一次啊 死 死Boss上 我觉得可能就先暂时不去 就不算吧 可能是因为那个Boss没有机制没有弄好 所以就死掉了 我的想法是 是不是我的就是太 太注重这个了 可能是太注重了这个 我可能是觉得太注重了就是蓝色护甲的一个 我可能是觉得太注重了就是蓝色护甲的一个 不是蓝色护甲就是蓝色护甲的一个 呃 天哪 类似现在就等于是拿了一些等级比较过时的紫色护甲 所以说导致可能是我的属性也是没有原来 没有原料好了 呃 我想想是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可以是再去farm一些这些血坟 还有呢 是可以好像这里面还有个敌人啊 天哪 还有一个呢 是把就是用那个好像叫so match那么一个东西 就好像是类似于是灵魂融合 把把我的当前的一些装备等质提高些 基本上就是一个是省时间费钱的方法 另外一个是省钱费时间的方法 呃 我不太清楚用哪个 我现在在在考虑这个敌人该怎么打 我觉得这么往回撤吧 能往回撤会会容易些 或者呢是buff再上一上 哇哇哇哇哇哇 又忘记了这个人是一个二连击 好 好像是烧死了 哈 又获得了一个summer scandal 是不是还是不太清楚 他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地点感觉上好奇怪 没有怎么 哦这是一个温泉 我说怎么感觉上怎么这边下雪了呢 这怎么出去呢 这能出去吗 好像可以出去 会有埋伏吗 哎 这回是口大骂都 都已经找齐了 这回感觉倒是不错 我不要清楚 泡温泉除了给你加血 还有什么 好还加点生命 生命上限啊 有没有说是你泡 泡多少温泉可能也有吧 给给你一些成就什么的 没准没准也有 我基本上呢 这关的 整个是探索东西 应该是都已经探索完了 要说再有什么miss东西呢 也就也就这个样子了 我估计呢 现在我可能是 看一下时间 哎这个箱怎么还是开着的 还是关着的 好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我是之前没有剪 应该不是啊 不是没有剪是之前剪了 但是拿拿不了了 有时候我我要是等于是从那边那条路走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相当于是我 我 就这个这个墙壁这个怪我要是从反方上打 还是说这个墙壁的怪我是要 就是说这个墙壁的怪我是就是不用打了 每次你都掉进来 好烦人 像那边是boss战我 我现在想不起来最近的一个营火在哪儿 给激活了 这个倒是不是很好 哇 哇 那边的人已经是 哎 这是什么情况啊 好 玩时间先加个血 我们看刚才这个箱子那儿起了一堆烟尘 请你掉下去 请你掉下去 哎 他没有 没有耐力了 这什么东西好像还是减不了 好 这个应该是我之前解锁的那个那个捷径吧 里面是一个祭坛 应该是这儿哈 这样我觉得 哎这期在这儿解一下 应该还是不错的 在就之前呢 还是先升个升个级吧 之前好像是说忍数吧 忍数现在是到了5 先这个样子 看看能不能学一些能提升忍数上限的技能 应该是有吧 是这个吗 不是 提升忍数上限应该是 是 这个好像提升你的 呃 箭矢的携带量 好像是我是没有找到 可能是这个跟这个阴阳术还是不太一样 阴阳术也可以学 抗妖怪 我觉得就这个样子了 可能在升下一集的时候呢 我应该是能把我的手里剑跟这个自制的爆弹应该是都能给安装上 现在这个情况呢 应该是装不上了 不过也就就这个样子了 像下一期呢 我们等于是这边火都是点着了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boss是究竟 可能是 我之前他的那个喷的喷水的攻击 他就是攻击力很高 我是 但应该是很好躲啊 我之前是死掉 就是因为 我是很很大 可是没有没有防御 是直着就是直直着朝boss走去了 具体情况呢 我们是下期再说了 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 没时间 基本上 하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еть 我们下期见